高三症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給予一些預防性的藥物其實之前我們都會跟民眾講 你在上山之前其實你就應該要注意什麼叫高三症 我們都會跟我們民眾講說 像是如果說有頭暈、噁心、嘔吐 這樣的情形就是高三症 你也可以把這個當作自己的一個簡訊 當你這個簡訊一出來 原本我們建議給予的預防性用藥 反而是要加量或甚至加其他像是類固醇的藥 通常我們建議民眾服這些藥通常是建議在 在入山就是你真的要爬高三的前兩天就要開始吃 一直吃一吃吃到你到了目的地的高度 後兩天才可以繼續的就才能夠繼續的爬山 然後藥物可以停止 所以說這個東西衛教上面其實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高三症如果說你一不注意 有些民眾覺得說他之前爬高三其實他沒有什麼症狀 他覺得說不用特別的用這預防性用藥 可是這個東西其實非常非常重要 其實這個高三症其實會發生 跟你的個人體質有關 跟你的感受性有關 也跟你爬山的速度有關 如果說你很快的往 就是往高處爬都不成休息的話 這高安症的發生的紀律會非常非常高 那如果高安症如果不去注意 像剛才講的警訊 頭暈耳心隆吐這些情形發生的話 你讓他繼續發生 這樣子就可能會產生會像是腦水腫或是肺水腫 如果這兩個情形發生的話 致死率非常非常高 那我們都會跟民眾講 什麼情形像是 會是腦水腫或肺水腫 腦水腫的話像是如果說你開始有意識 有一些磨合 走路有點就是 或是電動電梯或電在倒是這樣的行為的話 其實就有可能是腦水腫的情形 那肺水腫的情形像是 包括說你有非常急速的 可能除了耳性嘔吐 還有像是咳嗽或是有彈 甚至非常非常喘或是 胸奔胸痛的情形 這個情形就是肺水腫的情形 我們都會說這樣的情形其實就不應該 只偷預防性用藥 而是開始偷預治療性用藥 所以說如果說你有爬高三的一個活動的話 一定要來旅遊醫學門診做相關的質詢 那另外一方面的話其實在旅遊醫學門診 其實還會看的其實就是 諮詢就是你有沒有相關的慢性疾病 因為其實很多中老年的人家 其實都會有一些糖尿病高血壓 那如果說你要去那個地方的話 如果他時差其實是有一些 時間上的一些 區隔的話 你可能大於四小時的時差 其實就會建議其實藥量其實建議是要更改 可是如果說你是像是高血壓或是糖尿病 如果說你是口服用藥 是長效型的話 其實你可以依照當地的時間做服用 那如果是像短效型的話 其實他往東飛時間會減少 甚至我們會希望說 如果你打短效伊朗素或中長效的話 其實甚至可以減低一些劑量 這些都是要道理 我們學們做相關的質詢 那其他方面的話 其實像各位來看就是 一到死的話 其實我們會詢問出有慢性疾病 還有免疫力有沒有低下 免疫力下如果說你這個 所以病人他其實之前其實有做過 像是化學治療或是放療的話 是癌症的病人 我當然會建議 你可以先去旅遊之後 再去做這樣的療程 因為如果說正當做完這個療程的 大概前後一個月 或是前後三個月 其實都不建議其實出國旅遊 因為如果說出國旅遊 甚至是你又是到一些高鄉村地方的話 其實感染的機率會非常非常高 那再找到特別的故事 其實血癌的病人 就是血液性癌癌症 或是病發瘤的病人 因為他們的血球其實很容易 會被治療所打得非常非常低 免疫力非常非常低下 所以會建議說 甚至血癌的病人 其實一定一定要在血液腫瘤科 或是我們留位學本診 做後續的追蹤 我們會追蹤一個血球的一個技術 好像CD4的這個技術 來看他有沒有回徹 如果有回徹的話 就可以開始進行 那其他方面的話 像是特殊病史也會做相關的詢問 那用藥性的的話 就跟剛才所講的一樣 你有沒有一些慢性病的用藥 那最重要的最重要 其實來履歷學問診 其實最重要的其實 就是這個預防接種池 這預防接種池 非常非常重要是 有三大疫苗 像是例行性的疫苗 或是建議性的疫苗 還有一個就是必需型的疫苗 那什麼叫例行性的疫苗 例行性的疫苗 就是我們成人 其實像我們在座各位和我們 現在這個年紀 其實應該要打的疫苗 都應該要施打完成 因為其實在我國 其實像麻疹 或是其他等於 像是白猴啊 或者是相關的病情 其實都可以得到相關的控制 可是如果說在比較落後的地方 其實相對的疫情都會比較高 所以在台灣 可能不會得到相對的一些疾病 可是在那邊的話 其實是很會得到的 那建議性的話 其實就是成為剛才的復覺方向的 就是如果說 各地如果說相關的疫情 像中央大陸 其實甚至會有一些A肝的情形 我們就會建議 民眾一定要施打A肝的疫苗 那A肝的疫苗其實非常非常特別 在去之前的兩個禮拜 之前你打都會非常有效 因為它那個兩個禮拜就會產生抗體 所以說你真的晚於兩個禮拜 大概前一個禮拜才來的話 我們就會建議施打免疫球蛋白 但是免疫球蛋白其實施打之後 大概只能維持三個月 所以你回國之後 要繼續施打疫苗 那如果說你真的 提前一個月來 那就是可以打第一劑疫苗 可是我們會建議說 回國之後 要打六五月之後的第二劑疫苗 因為第一劑疫苗 其實在兩個禮拜之後 其實它抗體的保護力 其實高達90% 可是如果你不打第二劑的話 它疫苗之後就會慢慢的 效率就會慢慢的退縮 如果說你從打第二劑去追加它跟疫苗的話 其實它的保護力可以長達25% 所以在此還是要呼籲就是 如果說有相關的一些疾病的問題的話 其實要出國的一些民眾 一定要來就留一些本診 做相關的諮詢 那還有一個地方就是 如果說你要去非洲的地方 或是一些中南美 主要是非洲南美南非 的地方的話 其實有相關疫情 像是黃熱病 那黃熱病的疫苗 一定要在留一些本診 做一個施打的動作 然後並且領取一個黃秘書 因為這個黃秘書之所以重要 就是你在陸進那個國家 或從高風險國家到別的國家的話 其實它都會去看 你有沒有帶這個黃秘書 才能夠入境 所以說這個黃秘書 像是德群的 跟這個黃熱病議員的施打 都一定要在留學文診 做一個相關的一個 諮詢跟一些施打的動作 那其他的話就是女性遊客 就是如果說正在懷孕 或是哺乳中 也會做一些相關的 或教諮詢 我們當然會建議說 最好的出國實驗 是32週之前 才是最好的一個留學時間